大家好 这里是真某天空新闻台 连升活泼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31集的播出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师尊的文集诗歌 静听心中的序语 请传承大家持 这首歌是师尊闭关期间 弟子想念师尊所作的诗 然后那时候这首诗 大家因为很想念师尊 在网络上遍传 没有人能拥有永恒的岁月 在人间待了几十年 方航的发船 来的时候 叫我如何不流泪 是因为你轻易的抱负太沉重 交代的虚语说来又不说 爱上主人 爱上主人 用伤心头 我竟然 变成是我的牌头 总有那么一天 总有那么一夜 总有那么一夜 请进去我的事业 请进去我的事业 我愿意将你们全部全部带走 全部带走 这首诗 使得说 没有人能拥有永恒的岁月 在人间待过几十年 他愿意将我们全部带走 总有那么一夜 总有那么一夜 我写着的最后一夜 你们可以想想看 请静止我的誓言 我愿意教你们全部 全部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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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感人的诗啊 我们现在来做网络的直播分享 这个静听心中的序语 所以我们再唱一次 没有人能拥有永恒 我们的岁月在人间待了几十年 方航的发传来的时候 叫我如何不流泪 是因为轻易的抱负太沉重 小孩的虚语说了又不说 爱一生突然涌上心头 我竟然变成失落的海统 总有那么一天 总有那么一夜 我写作的最后一夜 你们可以想象它 请静止我的誓言 我愿意将你们全部 全部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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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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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那么一夜 一天 我写作的最后一夜 我写作的最后一夜 你们可以想象它 请静止我的誓言 我愿意将你们全部 全部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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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531集的播出 很高兴在这里 跟大家空中相会 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 我们来看现场 有哪些同盟已经上来了 三楼 印尼的三楼 丽莎林 还有这个 玛丽玛 吴秀吉 陈宁臣 陈明德 丹丹丹丑 还有 瑟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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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丑 陈宏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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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cholin,佩文,启慧玉,Kan Lee,Sokindan 百字名租500,John Weifong,Angeline上来了 YSL,John 其他上面的没有念到,同等的欢迎你们 缘银圈,哇!陈缘银师姐上来了,很棒!幽灵圈 刘春美,Happy Day,地藏经济布施 斯文心咒,地藏心咒108 还有这个,王丽玉,高,阿久 刘春美,黄玉珍,王国慧 年千六十遍,山西咒2万 一天一万,Licholin Majerima,吴秀吉,邦云顺 还有Edith Busson,张树珠,正明达,丹妹妹 开心果丧师,谢谢 博弦很好听,带着悲伤的心情来唱 也会泪流满面,对不对 张树珠,俊恒,上师星座730遍 Angeline,上师星座500遍 哇,谢谢我们的可爱的小朋友今天要放一首歌 好久没有听公鸡了,对不对 哇,你有没有听到公鸡在记号 一 一 哇,出 关掉了,不小心按到了 再一次 正在Loading 刚刚移动的手机,刚刚那个公鸡叫不见了 再把公鸡再叫出来,在哪里 哇,会唱歌的公鸡 莲花静恒,Angeline,非常厉害 很会念上师星座,大家一起加油 好,公鸡叫,叫完了 昨天跟师尊讲师尊 我们下土雷藏寺上空,有小鸡在叫 啾,啾,啾,啾 我是觉得说哪一只小鸡在叫 结果一抬头看,老鹰 白头老鹰 我说,那个不是Express male 那个老鹰 现在怎么耳朵很痒 现在是不是有花粉 然后就是那个老鹰 哇,叫声啾啾啾啾 我说,这个不是熊鹰在叫 所以说熊鹰在叫就是这个声音 我说,NC这样的熊鹰叫有活音的 很大声 对不对 不过这公鸡叫还蛮大的 好,这个抱歉 两个宝贝功课只有什么 只有星期五才叫小朋友开课了 晚上八点半就睡觉了 那你就放重播给他们看好了 好,声明达 Yong Lin Jen, Sabrina Jen 还有上次歌曲全听了 全部听了很尽心太豪 对,谢谢黄美惠 Jenice Jones Yong May Light,联欢玉美,四家型娘娘 第二金两部,三星座一,一万遍 长若佛金母座,大白散盖,神经刚课216遍 谢谢,张叔叔,三星座一千两百遍 哇,好像接了两天功课全部贴上来了 大家真的很,是世尊的好徒弟 好,孙星座,短座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四遍 参悔座一千两百九十六 金刚,沙特星座一二九六 汇集金刚,三千多遍,白一神咒 世尊礼拜六在讲,谁会念白一大师神咒 是我们的雍灵 白一大师神咒三片 钥医金九部,中文金九部,高文金九部 很棒,很胜利 还有阿令玉,王玉玉师姐 准时报道 甘莫力,你是由第一集看到 看到现在,请大家不用提醒我 不用SNG我,加我入派对 好,吴秀吉 好,释迦行十坛,三相应三堂回向 好,我们在这里 好好的来,研究师尊文集啦 好,王立场,高文金六十遍回向 谢谢 还有这个谁 这个,其他如果有漏掉的 同等欢迎大家 廖金蚕,翁师兄 好,来再看 还有那个,跟大家报告 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上一集同门的留言有什么 甘露海说 过去现在未来,心不可得 世尊哥 耶稣,菩萨,修无身法忍 逆经认出,人生是一场梦了 还有杰宁后说 清承诺,众效应 能做得到,而做得出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上一集跟大家分析的 因为读书会也会讲一些心理学的东西 总是说,我们在佛法上 我们会不会局限在这些佛教术语的范围内 那现在的人,现在的人在想什么 他们的思想是什么 那佛法如何跟现代的人接地气 所以我们的读书会会比较不一样 也有那种温粥粥的 我是觉得我的思想是比较跳跃的 我们跟大家也像好朋友一样 哇,这个王国会贴来了 我们干部的所有功课 这个我一定要练一下 哇,已经排好 排名第15号了 我怕被拉上去了 秋霞,爱染明王座5000 刚完成20遍 司令师,上次星座 2000百志明座7遍 尊任座7遍 莲花佑华,上次星座108 莲花慧君,上次星座470遍 昨天比较忙 莲花梅莲 对不起,刚刚吃完早餐 梅莲跟联千,上次星座各一万 会议是,正国经一遍,高文经一遍 上次星座108,第二身号1080 郑宏是,百志明座8值 高文经一遍,正国经一遍 莲花月银,上次星座5000 莲花月银,百志明座200 莲花顺情,百志明座200 陈正宏,地上菩萨,身号1080 上次星座2160 王宝昏,上次星座108 莲花月银,上次星座5000 莲花失灵,现在星座2500遍 大家很厉害 你们都比我厉害,最好 陈香瑜,明昂丽 今天苹果有龙卷蜂,真的好可怕 屏洞,屏洞有龙卷蜂 有没有被卷出去,应该没有 Kali Brana,莲花童子座,常座108 陈香瑜,还有 ONGG,上次翁 你的名字都是个字的 好,你好 还有谁呢 我要开始介绍书了 今天要介绍的是 孤登夏的思维 这个书 越讲越好看 越想要知道 师座的新生 这边跟大家讲 聊聊天 人为什么会聊天 上课,老师说不要聊天 同学不要聊天 学家要聊天 老板说你们不要聊天要工作 同事就是聊天 那你在到场 师座说不要聊天,大家还是聊天 所以说聊天变成人的一种习惯 那聊天 为什么大家喜欢聊天呢 你们认为你们为什么喜欢聊天 对不对 我们的影星小姐 你为什么喜欢聊天 聊天是错误吗? 聊天是罪恶吗? 昨天有看到礼拜六跟礼拜天 这个师座给我的开示 各位 师座给我大家子 挥击吃零食 我以为讲一次了 礼拜天又继续想 啊啊啊啊 我都不吃会想睡觉 每天早起来图书会直播 根本热量不够 下午又要上班 只好吃零食 不充热量 不过这理由我没有跟师座讲 我只想说 没有吃会想睡觉 不过呢 讲了之后大家上来比较快 大家都来看我 谢谢师庄 帮我广告 没想到是这样广告的 因为没有人喜欢 所以只好吃零食 笑死我了 谢谢师庄加持 只是谢谢师庄给我广告 我们正在聊天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聊出来的 不是吗 哇 好 很多人都蛮喜欢聊天 今天睡得超饱的 很饱 对啊 所以我来这里上班 其实是适应不同的生活 在台中不用吃很多点心 在这里实在 我告诉大家 睡不够白天 因为下午整个在回信中心上班 真的很累 因为我除了回信之外 还有处理一些网路上的法务 真的是 是 是那个 这个 精神不够好 哎呦 他上次我不敢笑待他 吃尊两天都说到我 吃尊加持我 你看吃尊加持我 那么疼我 那么开心 所以呢 我最近想说 做成小相对胖一点的 然后吃饭的时候 做到吃尊加前面一排 要笑一起笑 都归于尽 既然也没有办法 让自己变瘦 就把大家变胖吧 哈哈哈哈 你也爱吃零食 哈哈哈哈 丹麦麦 我们现在来聊 吃零食的心得 好 你精熟 我告诉你好笑啊 就笑 哎 不过呢 只有身材可以讲我 你又不可以讲我 哈哈哈哈 丹麦麦 三相依法两坛 三星座四百三十二遍 成敌佛母亲座 一百零八 不透明王座一百零八 爱人明王三百二十四遍 安徒弟罪四百三十二遍 好 我告诉你 爱吃零嘴的都是没有男生罪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吴小丽 比将 还有 又你真 乖 金官蛋 官娘妹 张登云 欧修妞 非人令 好 还有谁 好 再来是陈东美 两万变 两万变 师尊身体 佛体安康 自在 师尊身体 每天都很快乐 哈哈哈哈 好 那会已经上市 下午的话 可以喝咖啡 我告诉你我早上就喝了 我早上上班喝咖啡 还吃黑巧克力 一直拼命想提神 你知道吗 哇 上班要睡觉 那眼皮快掉下来 硬沉真的很辛苦 找个理由 结果不好 为什么师尊的神通会发现我这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沉静 沉静 今天来讲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聊聊天 对不对 聊聊天 大家喜欢聊天的理由是什么 明明讲说不可以聊天 可是还是喜欢聊聊天 聊聊天会快乐 大家觉得聊聊天 比较快乐 聊聊天 打发时间 聊聊天 也可以做公关 聊聊天 有时候会关系到生意 介绍生意 跟人家聊聊天 要从聊天里面去插入自己的生意 聊聊天 有时候要交朋友 有时候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男女朋友 他借由聊天来寻找对象 我这样子帮聊聊天 讲了很多理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意 要不要再加入一些新的理由 我们为聊聊天来做理由 既然无法禁止 对不对 你说开水是烫的 小孩子开水是烫的 他不会听的 然后一摸 说烫到了才知道开水是烫的 既然没有办法禁止聊聊天 我们就来谈 为什么大家喜欢聊聊天 金沙王 何文叶 你一定会 有些喜欢聊天 平常下去聊天 大家交流点事情 没有会面 不聊天 保持有空闲 不厌烦的 兵卷 一林亚 林伟长 梁峰毅 刚睡醒 让我敢上读书会 你现在是妈妈还是小孩 哇 艾丽丹 哇 高王金 艾丽丹 三变大悲咒 三变新金 一百变安土地真言 两千变 六字真言 两千变三字新租 李国辉 两百变六字真言 小儿文娥 地温亮六百变 鸿才神 你小孩子 有没有在现场 有的话我就放音乐给他听 丹门上市新租1080 揪 揪揪 揪揪 你的名字怎么念 揪揪 揪揪 是不是 我爸爸你的名字念错 笑到眼泪都快飙出来了 上市名以食为甜 今天上来的很快 师尊广告有效 曾经说 穿丹冠 还有 阿里旺 连我秀丽 地藏经两变 观音星座十万变 好 赛你够 不用管理 哪敢说我们可爱的上市 跟你讲 赐丽丝有时候可以输押 麻烦你们写信到微信中心报告师尊 东梅两万变的师尊信奏 对不对 很好很好 还有林汉松 黄雨璇 林玉珍 Ben Lee 好 因为你们贴了功课 所以我就把你们的功课念出来 接下来要怎样 所以聊天呢 要了解人们聊天的理由 那师尊是怎么看聊天的 他说记得他在美国西雅图 他在闭关期间写的这个文章 他说他在闭关 他就想到说 在美国西雅图说法的时候 弟子们都会跟师尊讲 师尊 我们现在聊聊天 那聊聊天呢 就是弟子想要清静师父 想要听师父讲话 因为我们师尊是高EQ的半神人阿凡达 所以说他是阿凡达 就是一半是人 一半是神 一半在天 一半在地 我是半半天的 有一首诗 那我们师尊是高EQ的 弟子都想听师父 对于新闻时事讲什么 昨天在法座上有讲 台湾的新闻时事 弟子们很喜欢听师尊 对一个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对一个人事物看法是怎么样 师尊有很超然很卓越的智慧 所以大家呢 虽然说请师尊聊聊天 师尊说他其实不是聊天 还是在讲有意义的话 所以你们在聊天 你们想想看 你们在讲的话 是不是有意义啊 对不对 哇 那说法的内容呢 师尊说他是专注在佛法的真谛 还是会讲回 无论怎么讲都会讲回到佛法 包括政治新闻里面有没有佛法 有啊 有的呢 还是这个 讲到贪名贪利 有的有的商人 很有钱 可是有钱呢 还拍什么 贪名 贪那个名 贪地位 对不对 那怎么样是一个好的一个领导者呢 一个政治人物呢 要为民服务 借由民是暂时给你用的 但是是实际上是慈悲众生 帮助众生来帮助老百姓 对不对 只能讲苦嘛 佛教的第一个就是苦啊 苦即灭到苦 要去怜悯众生的苦 现在苦的人很多 对不对 只能讲的 所以里面还是有佛法 佛法在其中的 所以呢 所以说 哇 说法的内容 当然专注在佛法的真谛 然后以果正为目标 你在所有的世中开示里面 有欲界天的境界 没有欲望的 人怎么样去从欲望里面去把它淬炼 所以在天人天界里面 他们有没有欲望的 有啊 他只是欲望比较满足的 所以他有男相 有女相 有色相 还是有欲望的 欲界天 到了色界天 他就没有欲望 但是欲望就越来越少 那光就越来越多 到无色界天的话呢 欲望几乎是没有了 然后只剩下禅定 禅定空的欲望 空也是一种欲望 所以果位 你在人活着的时候 所有的言行表现 都是在你修行的层次里面 的表现展现 所以这个师尊在开示说法里面 有讲到里面的佛法 他的层次 那个 跟这个人就讲这个法 跟那个人就讲那个法 跟这个事件就讲这个法 跟另外一个事件又讲另外一个法 师尊呢 无论怎么讲 都是一个佛法的展现 哇 但是师尊的开示是比较轻松的 比较接地气的 你们看你们听师尊讲话 是不是觉得很亲切 会不 不是不愿意 就是会一直想要听下去的感觉吗 那昨天师尊在吃饭的时候讲 因为我刚好跟师尊介绍 哇 哪一个上师要 昨天有读书会导读 对不对 那我师尊就讲生活中上师 有偷懒的上师 有精进的上师 有这个学智慧的上师 有实修的上师 有精进法务的上师 也有问题的上师 什么上师都有 那你有没有料 你一开口一讲 然后人家就会看出来 观众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那所以 所以我昨天我就去看了一些上师的 这个文集导读 除了我自己的文集导读 我每天 最近每天都会听 为什么 我要听到让自己睡觉 比较好睡 然后呢 但是我会去听别的 对不对 既然师人师母讲说 那个每个上师讲的 他讲的好还是不好 就是观众就可以知道这个上师的程度到哪里 我就很好奇的去听 那通常呢 红法 他哪有出外红法的上师 他讲的 他说不用看讲稿 就讲 对不对 比较没有出来红法的上师 他讲话 就会看一下讲稿 然后就会翻一下第几页 然后解释是怎么讲 然后他是怎么讲 然后呢 其实在讲的 我还注意到哪些上师讲的一下子就破题 而且破题之后破的很漂亮的 然后呢 哪些人在破题之后呢 有没有在锁住在这个主题上 还是飘到别的地方去的 你们可以去从一个人的讲话 一个人讲话的演讲的方式 来去看这个 这个他在演讲的技巧 那我不是我这样子评论之后 就是我的演讲很好 我就是觉得自己不好 所以一直讲 嘿嘿嘿嘿嘿 讲话呢 是好像也是在跟你们聊天 可是呢 是在自我训练自己的口才 那你会讲你就是本身的组织思考力要很强 那我在讲这个 每次在讲读书会文集的时候 其实我会参考很多的资料 为什么要参考资料 因为东西不是只有一成不变的 那思维的跳跃 众生每个人他的吸收力都不一样 所以帮助大家吸收 而且我很想知道现在人的思维是什么 然后呢 你在演讲 你要学会演讲的时候 你还要看别人演讲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想要把你的演讲讲得很棒的人 你真的要去看一些YouTuber他们的演讲 因为呢 像有人在表达事情 他要把一个事情讲了很久 两句话讲完 他两句话才可以讲完的事情 他可以讲20句30句 听着你快睡着了 听这个人讲话非常的累 就是因为他没有锁住重点在哪里 讲重点的话 曾环伦传是不是还是演习空略家 说你要讲人话 讲人话要接地气 原来讲话是一个技巧 不是你会讲就好 你有时候讲人话不是人话 是讲的是废话那怎么办 人家听了会不会喜悦 会不会觉得说 你讲到底哪一句是重点 对不对 所以我会去看那个YouTuber 他们在讲话的技巧 然后呢 他讲话的技巧 他很少有很多的废话 如果一打开废话连篇 我大概听了三分钟 我就转台了 我就不会再继续听下去了 我会去注意说 第一个他讲话 他切入 他在第几分钟 他会切入要点 然后他的要点专不专业 然后他的EQ强不强 所以现在YouTuber是BEQ的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要训练好口才 真的是要多去学 所以有个YouTuber他就讲说 你看我做平面媒体 每一次都有10万人以上的浏览率 刚开始你们要做YouTuber 你们尽量去学 尽量去模仿 不要觉得模仿骗人 模仿的是很丢人的事情 然后在模仿的里面 寻找你自己的一个特色 一个特性 有一个YouTuber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最近我的思想 思想会跟人家不一样 急起来回向师尊 好 我们先看前面的 Majinima 还有甘峰立 Lisa Jane 我们也有很多时候睡前听师尊后 上师的开示跟着睡着 一下就醒来了再听 对不对 而且如果你们睡前听慧君上师的读书会很好睡 原来是要睡觉的 已经对我们的天空 余正宏先生就是把事情表达很久 哎呀不要这个抢人家的吧 对不对 不好意思 黄世华 还有这个谁 王立玉 金文台选中有主要人物被下降头 对啊 精神不正 这个 对啊 那个 就是因为他太能干 所以才被人家做不够 放心 有我们师尊加持 温志龙 庄美英 他刚有酒鬼 对不对 还有 这个真的是他们吃的糖分太高 会对内分泌代谢不好 好 Karen 我刚刚看到好像有人贴功课 人家余正宏师兄已经在上面看了 好 Yvonne Go Lotus Adam 我们要谢谢余正宏师兄 每次把我们的短讯都分布在这个群组里面 他是一个很踏实的义工 好 Jarlene John 这个我刚好要看到同门贴功课 乙欣 我同学也是这样 不知道小孩子会不会指责我们 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吃 看上司笑得很可爱 可以令烦恼 可以开心 也跟上司一样笑到 又出来 有 黄宇玄 黄宇玄 高王金 高王金 120片 大力金刚星就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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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部鬼推散 爱你们 还有机器 上司很长快 这两天没有空 我告诉你 你昨天有空也没办法 因为昨天没有图书会 礼拜天才没有图书会 礼拜一才有 好喝咖啡 巧克力 巧克力加咖啡 巧克力加咖啡 我告诉你 我喝的是 7NI咖啡 我觉得不错 我不是因为高商师做的才讲他 他7NI咖啡 真的是很香 我喜欢他的香味 巧克力吃黑巧克力 因为热量 然后讲话艺术呢 讲话也要有艺术 思维分析要明确 所以你们聊天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聊天要怎么样 才能够产生的艺术 要针对主题 我看看 我们要来唱上司行咒 再来提醒根本传承大家持 今天节奏快一点 今天充剪 商量多奖 想念 allý outre 咁咁咁咁叹形式 Zamng 这意味 Motos 你带zym手为魔法 咁咁咁咁咁咁申 咁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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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咁咁咁咁咁 咁咁咽咽 咁咁咶咁咁咁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这篇还讲到一半而已 已经剩20分钟了 所以师尊当弟子请他聊聊天的时候 师尊其实是很敏锐的 他有很强的敏锐度 而且有很精进的力量 你要聊天的话 你对事物的观察 你精不精细 敏不敏锐 对不对 是超人一等的 如果是交谈或者闲聊 师尊认为是非常非常笨的 非常愚蠢的 甚至拙劣的 师尊说他不善于乱聊天 他反而嘴巴不会讲 讲那些 那就算 师尊说他就算在美国住了西雅图 20年 在所有的时刻时钟 你绝对不会看到师尊无意义的聊天内容 你看好像 师尊来到彩虹山庄 然后他一到先礼佛 礼佛完之后 他会去问候同门 师尊会问候同门 他怎么问候 他说 你从哪来 你怎么来 师尊 我是哪一个师兄 载我来的 等一下 师尊看到别的弟子在看他 那你怎么来 师尊 我是姐姐载我来 师尊 我是妈妈载我来 师尊 我是自己来 嘿嘿嘿嘿嘿 我在讲 师尊请你问惠君 请问惠君 是怎么来 他不问我 我是坐 连望上司开的车子来 问我一下嘛 好 这跟大家开玩笑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师尊 他呢 要跟弟子开口的 他都是关心弟子的话 那你明白吗 我们呢 要用一种很关心的 每个弟子都希望你们 那个注意嘛 对不对 希望师父的注意 所以有时候呢 虽然跟师尊同一桌吃饭 我也会帮师尊注意其他的弟子 其他的上司法师 对不对 大家最好和乐融融在一起 你知道吗 哇 重新开机是谁啊 坏掉了 好 多妹妹汇分是一万遍的上司行咒 还好上司刚才上司的行咒 不然没有什么 没有再多生气 不然就破音了 我一直唱着走 越唱越高 今天好像特别开心 嘿嘿嘿嘿 动物常常带他说话 他也是会懂得聪明 懂没 啊 好 以后唱歌不要Key那么高 嘿嘿 太high了 今天很high 那个 证明达 家增 师尊 回向师尊心中十万遍 哇 好棒棒 棒棒达 好 好 再来就是 所以呢 师尊讲说 他到餐厅了 到西雅图尼亚寺的餐厅 他只会讲三句话 阿弥陀佛 大家吃饭了 阿弥陀佛很好吃 阿弥陀佛吃饱了 嘿嘿嘿嘿 再讲三句话 好 那在所有大家的聚集里面 师尊讲他都是自我控制的 这个聪明的人不轻易发言 一发言就发功 所以呢 这个师尊是自制的控制的 在当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他是用自己的念头去让自己的心安住 就是念住 还有充满的智慧 有时候听一 有些人不一定要一下子就表达很多事情的 有时候你去在聊天的 或者一群人在社交交谈里面 你不一定要那么快表达意见 但是呢 你可以去观察一些人 观察一些人的反应 一些人他们在讲话的里面有没有EQ 你在从一些人的讲话里面 你有没有学到东西 有没有学到智慧 如果没有的话 闲聊天师人说是在混日子 是没有益处的 是有智有害 聊天之中不是讲是就是讲非 如果你发现这个聊天 讲到八卦的东西 想办法找个理由 尿顿 我要上厕所 我今天肚子不好 赶快走开 不要讲那个是非了 全部是一些废话或者垃圾的言论 在道场中 诗文讲 无论在哪一个道场 所有的弟子应该做什么事呢 要静坐禅思 要静坐 要念佛 要念周 要致力于精进彼此静止聊天 当我们到了一个道场 其实呢 例如佛完之后 其实静坐 念佛 准备着同修 或者参加法会 也是这样 要讲话等 法会完再讲好了 因为无意义的闲聊 有害而无意 而且无意中会犯口夜 你在聊得太高兴的时候 有时候得罪了人也不一定 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 尽量少拿人开玩笑 尤其是那个人跟你一点默契都没有 你突然讲说他吃饭的动作 很好笑 他说我又跟你不熟 你这样子嘲笑我 你给我记住 下一次我跟你讲三句 那一定让你死 你无意中在嬉笑之间 可能会得罪了人 你也不一定 那大家讲到 大家都哈哈大笑 还以为你是开心果 可是呢 无意中你伤了人 都不知道 所以呢 你可以拿自己开玩笑 没关系 可是不要轻易的拿别人开玩笑 除非他跟你默契很好 不过就算是 那个人跟你的默契还不错的 也会很好的朋友 因为一次的聊天就分手了 都不一定 所以讲话还是要注意的 师尊说隐居闭关 不用忧虑犯口业 因为完全没有人可以谈话 嘴巴逼得更紧了 那在大念注 念注中产生的智慧 师尊还是在守住自己的心 还在呢 进入释迦弥佛的思维 观身不济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在做念注念观 苦空无我无常的观注 观教 那师尊的师尊讲 我的嘴巴越笨 我的心智慧就越光明 智慧的光辉越闪亮 就是这一篇文章聊聊天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师尊 其实要大家不要太多的聊天 然后呢 要念注安注在自己的心 但是呢 我们发觉还是很多人会 这个讲了一次记得 两次记得 第三次可能忘记了 或者今天记得明天早上起来 或者读书会完了之后继续聊 或者有时候我在读书会 也有人在讲 但是呢 你要讲可以 讲EQ 高EQ的话 或者高智慧的话 或者鼓励的话 或者这个让人家喜悦的话 我就觉得 只要是善与柔语都可以的 那再来就是说 那个聊天 那有的人他是 在YouTuber里面 有人赞成支持说 在一群朋友 万一要大家在社交 在讲话的当中 你要争取发言权 有的YouTuber他会讲这个 因为呢 那个人嘴巴口才可能不好 要争取发言权 那你在这个讲话的当中呢 你如何让自己这个训练口才 有时候自己的心要快乐 你没有一颗很快乐的心 你是讲不出快乐的语言 这个就是 因为你本身就很快乐 因为今天垂头上去 各位同门大家好 我是费金上师 今天呢 我要跟你们讲的主题 孤登下的思维 聊聊天好你 全部不可以跟我聊天 你们聊天了 你们就是大逆不到 我不会用很伤心的语言跟你们讲 一定是要讲话的人 你若是一个演讲的人 心中要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喜悦 常常要拼 要这个 要拥有快乐的心情 对不对 人家才会喜欢看嘛 然后你们真的要 要比如说一桌吃饭 对不对 一桌吃饭 那大家吃饭都会聊天 那吃饭在聊天的时候 我告诉你 刚开始你 你可以讲你自己的意见 但是 或者你比较备受老板瞩目 或者备受一些人瞩目 那大家都听你讲 可是旁边有些人还是会吃醋的 你无形中 你说为什么会犯小人 因为你太招摇 招摇 有部电视剧叫招摇 我告诉你 招摇的人 会招嫉妒 会招妓 那你怎么办 不是招妓女的妓妓 而是招人家基督的妓 那你像这种情况 虽然你展现了你自己的魅力 你要注意在角落的人 没有人理会他们的 那些人 要讲个话题 引他们 或者多多介绍其他人 让大家认识 多多介绍你周围朋友的优点 让所有的人知道 他会感激你 这个就是一种敬爱法 所以敬爱法 不是展现自己的魅力 敬爱法有时候是介绍别人 当然你对别人是无所求 你不敬爱我 无所求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一桌吃饭 让我觉得快乐的 有时候是我去介绍别的人 让别人快乐 我同等的快乐 这个是一种EQ 让你们去了解 再来是你要讲的话 怎么样才不是废话 现代的人他很想知道 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件 然后让你产生了什么观点 而这些观点是用佛法来做终结 用师尊的EQ来做终结 那你在聊天的时候 你要具足幽默感 幽默感 讲一些笑话 就蛮有幽默感的 然后你说的聊天 你最终都是回归到我们师尊的EQ 因为说的聊天 你如果要让这个聊天不浪费的话 你要告诉大家 最后我们师尊的看法是怎么样 让大家去记起我们的师尊 才不会觉得说 证国中弟子聊天 师父讲师父的 弟子讲弟子的 所以你们聊天 有没有聊你们做了哪些功课 你们到底习不喜欢修法呢 修法会产生什么快乐呢 那我们的师尊在修法上 他提示了哪些口诀跟重点呢 这个也就成为聊天的话题了 那什么时候聊天或不聊天 我告诉你 由你自己决定 嘿嘿嘿嘿 你真的还是上班工作 还是要专注在你的工作 当我在白天上班的时候 周围的人讲话我是听不到的 我专注自己的 我非常的专注投入的 但是有时候工作了一个小时要起来 起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那时候会跟大家讲讲话 所以讲话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讲废话 幽默的话 鼓励的话 师尊 EQ的话都可以讲了 那一定要有学习成长 避免八卦 然后呢 我刚讲过 不要拿那个没有默契的人来开玩笑的 那 再来就是我对聊天的看法 这个是我对聊天的看法 自己的问题需要由聊天来解决吗 有的人在人世上发生了问题 在感情上发生了问题 在健康上发生了问题 需要藉由聊天来解决吗 我告诉你 现在网路非常的发达 Google一下 你今天健康怎么样 突然觉得头有点晕 早上起来就头痛头晕 什么原因 你会藉由聊天的时候来问答案吗 现在在Google 他就各种的理由原因都写出来 有的是脑压 有的是高血压 有的是血糖 有的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有些问题可以自己解决 不一定要用聊天的来解决 然后自己好奇的议题 是不是取决于别人的EQ吗 你会那么容易被人家说服吗 有时候人家讲的一个观点 你自己回去难道不需要 再自己想一想 再思考一下 有时候你知道吗 人一生之中都是在做行销的 为什么做行销 有个行销学的人 他这样讲 你从小时候你要一个玩具 你啊 哪不大 就哭 你跟你父母行销 用你的哭来表达你自己要的东西 不是行销嘛 同学跟同学在聊天 那个已经在行销你个人的魅力了 同事 所以人一天到晚其实在行销 销售自己 可是呢 你在行销出去 人家也在行销你的进来 那在行销的过程之中 有很多的EQ在交流 那是人家讲了一句话 你要那个完全不用脑筋去想一想嘛 对不对 有些东西让你开心的当然很好 有些东西的哲理不一定那么的清楚 人家只是想 这个人很逊 这个人怎么样 你难道要去毫不思考的去接受吗 有些讯息 哇这个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怎么样 难道你不需要好 这个完全的通盘接受吗 所以为什么佛法里面要讲到智慧 有讲到分析 有讲到妙观察制 有讲到很细微的来观察 我们师尊是最会观察的 再讲回所有的聊天之后 再讲回我们的师尊 第一个他聊天 他一定是 其实也不是聊天 他会问候同门 然后呢 他会跟大家讲笑话 对不对 讲笑话的时候呢 让自己一天的压力 因为笑一笑就开心了 那师尊会跟大家分析 时事方面的议题 让人家增长见闻 然后我们弟子有什么看法可以跟师父讲 那师尊也会讲弟子的一些优点 让大家彼此学习 这个是我们师尊 那平常他其实几乎没有什么聊天的 他还是专注在念佛 他看电视看新闻 他还是专注在念佛的 所以对聊天这个话题你们可以看 师尊是叫我们不要聊天 但是呢 你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人 你自己要去分析聊天这个东西 到底自己从聊天里面自己有成长吗 有进步吗 如果你觉得过去的聊天是无意义的 你就尽量规避 这个是今天的结论了 彼此学习聊天没有办法解决情绪 修法却能够得到慢慢的稳定情绪 并理情绪得到答案 对那个写的不错 彼此学习处理好问题 所以我们彼此学习是很有EQ的 对没错 王立玉在文字接龙中可以注入师尊的法语 没错 王立玉师姐很棒 赞明达 莲花素秋 7月1号 真摩金12遍 钢王金84遍 百字明咒816遍 杨德沪 哇 变成大石会 你们在聊天的 独自尾也是在聊聊天 底下有聊天的 Lisa Jack 有一件事情 自己要寻找答案会更有效 随缘 有一帖 哇里 陈女接龙 接龙很有意义 乙星 对啊 白天工作 所以我们公司好像会聊天 可是工作还是要做好 最好不要聊天 因为晚上上课 只有跟老板聊天 因为问问题 读书会是跟大家聊 那我们就 真的要聊 你就把高EQ的 你在师尊的文集里面 你高EQ的心得把它展现出来 对不对 你去讲可以帮助人的那种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 热剑 喜欢超级喜欢修法快乐的源头 心无千跨最快乐 这个就是很好的 告诉大家 学佛法的开心 对不对 已经如是尊无所不在大光明 证经发 灵秀音 顾全大众 对啊 当你自己是很有魅力的人的时候 你要去看角落的那些人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角落的那些人 其实觉得他们还是蛮需要人家关心的 不能说他们可怜 但我觉得人都是角落的那些人 需要人家的关心 需要人家的注意 你在居然生活中苦恼的人都会有抱持欢乐心 拜来好事情 哇 零食怎么变大餐了 你们在讲零食啊 曾银月 欢迎全部到读书会 亲爱的同学 李金淑 尼花童子做五千两百遍 传授如来做五千两百遍 告完今十五步回向 谢谢你们哦 哇 苏大招风 这样讲我们全部 这样讲我们听了全部哭 好啦 就是 四尊讲他还是自制的 自己控制的 就是说他的念头还是安住的 所以 你也不要好像 那我不跟你聊天 然后看到一群人在聊天 你就好像一副很不屑的样子 我就不要有这种态度 你还是很亲切跟大家打招呼 然后稍微看一下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撤退 让人也不要展现的太对立 这样子也会不好 所以人是真的是有一些细微的动作 你有一些细微的动作 都会一个眼神不对 都会引起大家的猜忌 但是也不要一神一鬼 那些YouTube在网上介绍吃的 会批评哪一家餐馆不好吃的算是造业吗 批评人家当然不好 如果你开餐馆被人家批评 你会不会觉得 哇 印象里的生意很难过 你只能说 这个今天的牛排好像没有煮熟 不会 我看也不用批评 我觉得不要好了 好 再来 大家讲的都差不多了 中原时间 美国西雅图八点整 我们最后要结束了 跟师尊敬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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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三大列读书会 聊聊天这篇文章是说讲 他其实是叫弟子们要聊的话 也是聊有意义的话 然后其他时间多安住念住 多产生智慧 要有智慧的修行 那他最后一句话他讲 寇财越笨拙智慧越光明 这是最后的结论了 黄玉轩说刚刚就可以得到智慧 听师尊的说法影片好好的修设自己 这真的很棒 可以到心里的深处 很棒大家彼此鼓励 你们真的要聊天 要不要聊师尊礼拜六礼拜天的开始 这也是个很好的EQ 就是要互相帮助 但是最好还是念头安住 虽然讲说还是要念头安住 这个就是古登侠的思维 给我们好的思维 我们给师尊救命 爱死了 亚比 不利不利 明天晚上十点 年轻火火国际网络直播读书会 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